我們剛才就看了內房 第二就是看了新能源 還有沒有其他行業的焦點 你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在春年第一季的 第一季我覺得可能是水泥 或者可能是一些炒分基建相關的股份 因為一來就說這類型的股份的股值 還是很便宜的 譬如你看到現在的水泥股 我拿的是94位例 跌到這些位置4倍多PE 當然今年那個業績一定是不行的 因為今年基本上成本價又高了很多 譬如煤價之前升得很厲害 另外你說水泥價格當然就不是怎麼跌的 但最慘就是需求量的出貨量 就是大不如前 這就是受到樓市等因素影響 去到下年我一來就覺得 剛剛提到可能樓市方面會回暖 另外最重要是說之前的地方專項債 講得明的下年那批 大部分都會提早去到發貨 就是說地方政府會有機會多了錢 他們要穩住經濟增長 最基本也是要做一些大老的基建投資 水泥股現階段就都進入了旺季 在去到第四季第一季 通常那個出貨量會增加 所以這類型股份可以監視一下 另外例如造紙 鋼鐵這些 一來限電的影響降低了 二來就說供給側的產能限制問題 又令到產品價格可以提升 這些股就少去想一想 當作是一個短線投機的角度 太好了